当我们安装并且启动程式 而且也登录完成我们的Line Notify服务之后 我们要怎么样让有兴趣的使用者 能够订阅并且联动你的Line Notify服务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使用服务网址 那它的时机呢 就是如果你在数位世界中 你有个人网站 有部落格 有社群媒体 有一个介绍你自己的地方 那你就把这个网址放在上面进行超连接 人家点下去之后 就可以开始跟你的Line Notify服务区的联动 那第二种状况就是你有对方的Line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个服务网址Line给它 它点下去之后就可以使用了 那服务网址在哪里呢 回到我们的参数设定页 你可以看到这个服务网址 这个你就可以放在你个人的数位世界当中 或是说你直接Line给你的朋友 那我现在在浏览器上面 直接把这个网址贴上 它们点下去之后 就会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画面 上面有一个超连结 下面有简单的说明 点选上方连结 进入下图页面 然后要做哪些事情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把刚刚的网址做成QR Code 供大家扫描 那使用的时机呢 就是在现实世界中使用 我们在现实世界 好比说你把这个QR Code 印在传单上面 或者说你摆在店门口 让顾客扫描 那在我们的参数设定工作表里面 这个QR Code 其实就是这个网址 你拿扫描器扫描之后 它的意思跟这个网址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把这个网址 直接截图下来 当然呢 如果你要排版比较方便 你要另外用Word来用的话 实际上很简单 你只要在Google上面 搜寻QR Code制作 随便找一个QR Code制作的产生器 然后呢 把刚刚我们的服务网址 贴上去之后 按下产生 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有那么多种格式供你下载 下载之后 你要在你的Word上面 去进行排版 就会非常的容易 那我接下来就以手机画面 来作为示范扫描QR Code的效果 那我们会把手机的画面 放在荧幕的右边 我们来看一下 扫描的时候 我会建议大家 使用LINE来进行扫描 像我现在打开的LINE 在搜寻这边的右边 有一个扫描QR Code的扭 我们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我扫描QR Code 上方会出现连结 我就点下去 稍等一下 它就会出现 我们刚刚看到的 那一个画面 上面有一个连结 然后告诉你 点选上方连结 会进入下面这个页面 然后你先点选 透过一对一聊天 然后再滑到最下方 点选 同意并联动 那我们就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 我选择使用LINE 就会出现刚刚的画面 那我就说的 选择透过一对一聊天 然后滑到最下方 同意并联动 稍等一下 它会跳到另外一个画面 它会告诉你 关闭此页面后 回到聊天列表 并点选LINE Notify 你就可以看到 你与Boris的分享小赞完成联动 那我就试看看 关掉 回过来 那你会发现 我有一个完成联动的画面 然后最下面 我还有一个欢迎讯息 那这样子 我们就成功地完成了联动了 那再回到我们的工作表上面 当我们完成了联动之后 我回到第四个LINE Notify Token时的页签 在这个地方 我就会成功地取得 你看刚刚的时间 是7月1号的下午 10点32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就成功地取得了 我的LINE Notify Token 有这个Token 我就可以传送讯息给他们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